字幕君 出發 出發 只要逆風30分鐘之後就能贏了 太輕鬆了 大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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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師充了兩塊 贏了領20塊 沒問題啊 這次薰朵拉是我剛打的那個老鼠 是 是剛剛那個老鼠吧 我現在不愛極地狙擊手了嗎 極地狙擊手雖然整體造型是蠻好看的 但是子彈 子彈不好看 這個子彈比較好看一點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 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每一個跟我對戰過的對手 聊天室哪一個有跟我打過的 你只要一講喔 那一場的角色 我就可以告訴你 我就可以告訴你大家的idea 他要看實況會卡嗎 不會卡的加1 好 他會卡 老王會卡啦 我幫老王記一下產線 最後一場 原來一場 就是 嘅 Face 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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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爆發 爆發 爆發 爆 爆發 爆發 沒有沒有,我只是覺得珍娜這個角色真的是很無聊啊 耶哈哈1124的五塊 沒有心結耶,沒有沒有 喔好痛 然後我們終於來到了兩等,兩等的時候牛頭人就有一點用了,我們這場牛頭人是雷霆點燃牛 打爆發型的 我們看看塔前有沒有機會來一破 牛頭人打珈蘿還挺痛苦的,一直頂不到他 好,我們三等了 牛頭人準備出頂,牛頭人現在把敵人阿嬤的強身手臂給頂了起來 打出了一套傷害 牛頭人在閃線根上 活活的把他給摧死了 漂亮喔 不會在這裡遇到獅子吧 好,獅子已經緩緩的來到下路,但是這個獅子 看起來 看起來 有點可愛 謝謝大哥 喔,我忘記點會加三塊了,難怪打起來這麼難打 好嗎 對 我,要是怎麼看 他在這裡 好嗎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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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下路推一推喔 我們可以回家買BF大劍了 回家囉 BF大劍你吧 再來一個鞋子吧 然後我們再帶個粉眼 帶一個治療寶珠 青針石斑女被鎖了 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我已經祭出了至少20封的信吧 這個玩家 終於是從此消失了 別說那個字 先別說那個字 我們就可以繼續下去 虎穎 超級2分 這邊都很重要 1個小子 1個小子 3個小子 1個小子 1個小子 3個小子 1個小子 5個小子 這次陪著聊天室的自圍雷來 好棒棒呢 真的是太棒棒了呢 把第二帽夾子給吃光光啦 好我們接下來要扣一個夾子了 不能再把夾子放出去了 等一下留一個夾子 準備個牛頭combo吧 好可以看到獅子已經在中路了 這場老王還蠻肥的 瘋哥不頂他 瘋哥怎麼突然變得有點保守啊 剛剛打學姐跟學妹的時候 很明顯 不是這個樣子啊 老鼠應該隱形了 沒出來 老鼠沒出來 我們回家買裝 讓對面 輔助 輔助角色比較猛 先來個狂戰士鞋子 再來一個粉眼吧 有推薦的聖誕節造型嗎 哎呦 商城現在有在販賣這個 特價組合包 只要兩千多塊錢 非常適合大家購買 好我們瘋哥決定 直接走到中路Gank 馬上聳出了 自己的人頭 比數來到了3比1 好比數來到了3比2 瘋哥不只自己剉賽了 隊友也剉賽了 怎麼辦 我到底能不能吃這波呢 好想吃這波兵啊 欸 他怎麼走這一條回去啊 哈哈哈哈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的隊友已經準備要吃小龍了 第一條是土龍 不要土龍 勉勉強強吧 沒有蜂蝦也好啦 沒有蜂龍 拿個土龍也不錯啦 好想要蜂龍喔 然後上路的話兩邊 上路角色的單挑 我們這邊 被蜂蜜 喔賽亞來了 老鼠也隱形了 那我怎麼不殺他喔 剛剛殺不了老鼠啊 有獅子的叫聲欸 有獅子的叫聲欸 比數來到了4比4 我們中路喔 兩個打一個 不幸的被帶走了一個 打穩打穩 打穩打穩 小心不要被獅子抓死 好獅子在中路喔 現在連賈克斯 要一起來到下路 我們來看一下 喔喔喔喔 瘋哥直直的頂上去了 瘋哥的目標是 敵人的這個輔助 欸有獅子 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不會有事吧 他還是跳上來了 好比數來到5比6 雖然我們把獅子給幹掉了 但是對面 也把我們都給殺了 我好像要死欸 有點虧呢 但是上路 也完成了單殺 不虧了 唉呦這樣就不虧了 又有得打了 現在的話 賈克斯等級很高 下路 我們兩邊 我也有稍稍的 金錢優勢 唉呦要是再多一點點錢 就可以買無盡之刃了呢 當然買別的吧 買這個 加上 升級 十字鎬 這樣子跟一把無盡之刃喔 是差不多了啦 長得差不多了 好老鼠也有了一把颶風劍 好老鼠也有了一把颶風劍 好這樣視野的話還是對面比較好啦 對面獅子 比較猛一點 喔 冠希 冠希剛剛走的位置有點奇怪 但是風哥喔 也不敢貿然的 上去閃頂他 風哥也是變得成熟啦 那邊有個粉眼喔 好風哥現在血量喔已經進入了這個 最底的狀態了 830滴 被打一套了 有可能連大招都開不出來 就死掉了 連骰啊都跑出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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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掉了 沒事沒事拿到中塔了 雖然我們被獅子給 被中路給抓死了 但是 我們有機會拿到中塔 他可能要被老鼠給抓死了 快跑啊 朋友 這位朋友呢被敵人給擊飛了 之後他再把老鼠給捲了一下 現在老鼠持續追殺 我覺得老鼠可能要送啊 哎呦 老鼠果然送了 比數7比9 立文龍 還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他堅持住了 他 他沒了 我剛剛哪有治療 我剛剛 治療還在CD好嗎 剛剛有治療的話 有機會跑掉啦 一絲絲吧 不太確定他傷害到底有多少 嗯 點到半血好了 好快跑 辛朵拉跟獅子兩個人都來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的塔要再見啦 然後來看一下老鼠動作 老鼠喔可能會再跑過來一次呢 欸 怎麼突然看不到啊 慘了慘了慘了快跑快跑快跑 不要無盡之人給弄出來 這個時候瘋龍是重生了 欸隊友吃個瘋龍好了 好像也不需要我了 我們來呼喚賈克斯 看要不要跟我們一起拆下塔 啊賈克斯先幫中路拿個藍霸 之後他應該會過來吧 沒有 賈克斯沒有打傷他過來 然後我也沒有打傷他拆他了 然後回家 等一下敵人上路 敵人上路黑切加上大鳥躲棚 士兵挺高的 喔喔這個傢伙 會把我們前排都砍死啊 再來這個時候就是敵人的Power Spike了 現在他們的中路猛的不行 QR一下就可以把我帶走了 我已經不敢再去帶邊線了 老鼠也可以把我帶走 為什麼我們艾克斯輸錯 我們艾克斯AP型的 我們在這裡把對面中路給抓死了 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吃巴龍了 對面全部都在下路 敵人雙人現在喔 正在狂 狂拆我們下路 下路換巴龍 下路換巴龍 我們在這裡喔 打住了一波下路換巴龍 開怕 也不算虧了 應該還算賺了 我們有了巴龍之後 喔可以至少推三四個塔吧 下路的話還多了一條線可以賺 不愧 沒事沒事 賺翻了 有巴龍 我們有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站坐 現在就看這個巴龍喔 可以給我們帶來多少經濟了 首先我們已經拿到一座塔了 老鼠在上路出現了 我們這邊看到敵方的 中路 位置不是很好 獅子來了 還好 其實下路 居然掉了之後 我們還是推得出去了 屁股過來的 欸 這裡還有一個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救我 他要剁啦 好他把我剁了一下之後呢 直接把我帶走了 現在 他準備要剁第二個 他把我們上路也剁掉了 他又拉了一下風哥 他準備要剁第三個了 看起來 他不行 好 賺翻 一座兩座 一座兩座 這樣喔 就拿三座了 三座加一個S 還有野怪可以吃 還有下路可以吃 哇 等級都起來了呢 那賈克斯喔 也是秉持的 絕對不參加會戰的信念 他就是要把他的信念堅持到底 他雖然不參加會戰齁 但是他要進行單殺了 遊戲要過三十分鐘囉 過三十分鐘我們真的厲害囉 三十分鐘前呢 連殘除都是可以欺負我的 沒關係 別得意 在七分鐘 一槍把你射死 一槍把你射死 謝謝九四QAZ WSXX 有一些獎品是一定要在線的 那如果是抽3DS跟VR的話 我們就是不用在線上 也可以進行抽獎 再六分鐘 再六分鐘我們就神勇了 有獎品欽啊 有了 請洽我們粉絲團 欸 欸有獅子 他能殺我了 沒有他只是走另外一條路 他是不是看不到我啊 好啦不管獅子看不看得到我 我們在這個會戰 呵 在這個位置打起的會戰齁 是 要被對面太多了 嗯 我不喜歡野區耶 我們在塔前打啦 比較舒服吧 阿 那個位置喔 完全進不去耶 大剉賽 大剉賽會戰 那隊友被包夾了 他應該從另外一邊出來了 然後現在賈克斯衝了出來 打了一套對面的上路 賈克斯 啊 應該直接閃人了 我們打龍戰之類的 比較舒服點 我們還是去BD吧 BD BD BD大好 然後來野區晃一晃吧 在這裡我們找到了對面的中路 剛剛吃完藍霸呢 一臉清爽的樣子 快走快走快走 去吧賈克斯 去完成你的夢想 他的夢想就是把敵人所有的塔 都給拆光光 一根不留 聽到老鼠的叫聲了 老鼠蹦出來了 好來看一下老鼠目前三個大裝 巨風劍 電刀 跟無盡之刃 那我第三把視界者 還缺一點了 還缺被罷扣 喔 賈克斯要出大事了 賈克斯在出大事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也開始追殺敵人 欸 賈賈賈我要被毒死了 給我個狙擊 喔原來老鼠沒去追殺 好吧 我必須要recall了 我的血量真的太低了 你們加油 喔差點就要被老鼠給射死了 沒事沒事老鼠沒大 阿老鼠沒大的老鼠 跟小兵有什麼兩樣 接下來就是凱特林的局了 沒大的老鼠 阿培克回來了 那我們來吃巴龍吧 快樂 快樂快樂 小兵就是找不到人跳啊 太邊緣了吧 太邊緣了吧 好高速的把巴龍給吃掉了 再來我們目標是這個 打瑞斯 現在有一個獅子 也想要殺我 不要追殺 不要追殺 我們壓塔 我們壓塔強多了 呼呼呼呼 還缺442塊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來 爽壓上塔 敵人 一個在中路 一個在下路 可以在老鼠來到上路之前 我們就把塔給拆掉了吧 我覺得是時候撤退了喔 老鼠來回咻咻咻咻咻咻啊 為我們帶來了 戰歌 救我 不要丟我一個 不要丟我 老鼠 老鼠繳出了閃線之後 再跟甲克斯斬掉 甲克斯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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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見了 然後敵人少了一個老鼠 也少了一個獅子 再來我們就可以來推下塔咯 再送你一個狙擊 又少了一個中路 啊不對 少了一個輔助 謝謝剛剛放一花為我們帶來的這一首 黑下啦 我參與了輔助的擊殺呢 喔 我還參與了中路的擊殺呢 喔 我還參與了 被老鼠擊殺呢 欸我打達瑞士上 怎麼不會扣血的啊 192防禦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我要出穿透了 好我要先買一個巨人殺手 大家的葬禮我都到了 好這裡喔 甲克斯又開始催著敵人老鼠打了 老鼠遇到甲克斯 立馬吃土了 看起來老王準備DoubleQ了 老王準備吹牛Q了 老王現在搭戰達瑞斯 老王輕鬆轉轉轉 看起來是非常的 稀有餘力 輕鬆 非常輕鬆的 水破Q了 老王準備殺第四個 老王運了一下敵人輔助 又攻了一下 誇張Q了 說明甲克斯一個打四個 也是很正常了吧 這個遊戲的AD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你不然在肥 都可以被賈克斯給供死 這個就是分推的力量阿 絕對不打會戰 死都要分推 換來了喔就是他無敵的力量 邊緣人的力量阿 這角色後期無解 其實 後期 我也不知道 易大師跟賈克斯打到底誰會贏 有沒有哪一位 哪一位朋友有測試過啦 易大師大戰賈克斯 欸 易大師好像會挫賽吧 易大師在賈克斯旋轉的時候 先拜拜 不好說喔 易大師會跑喔 易大師 啊有一次可以跟賈克斯單挑了 就是那個 菲歐拉 這兩隻就看技術了 看誰暈到誰阿 暈到的那個就贏了 好我們準備來拆這個上塔 我們大家還是聚在一起比較好打 喔 四隻快到了 我們真的要走這一條 不好吧 好像也還好 賈克斯還在呢 賈克斯還在 對 這場遊戲喔 三分鐘 就把他們GG了 才到我們的Power Spike 不到三分鐘 後面就被我們給幹掉了 上次不是看到龍女單挑贏了嗎 喔我好像有看過龍女可以單挑打贏賈克斯的 龍女好像可以坦到賈克斯 開完旋轉都還敲不死他 FIRST HECK 那當然你也可以嘗試用褲®去打賈克斯阿 零食開巴 R是 KWSDVC 1717 等 8.7塊 啾啾啾 賈克斯過30分鐘 真的厲害 我們下一場還是ban賈克斯吧 如果再遇到老王的話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精彩的輸出表 我們來看一下賈克斯 到底輸出了多少 賈克斯 輸出了 29355 全場最高 再來是球女 再來是他 然後再來是我 再來是牛托人 我們呈現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曲線 對面也是呈現了一個曲線 最高的是上路 然後再來是AD 中路 打野跟輔助 我也有點怕凱爾